要爬回来 是 帅哥 勿论 五颜六色 竅妙装饰 出菜行韵流水 默契十足 上菜秀就像在弹奏 四手连弹 他不会因为 我现在是主厨 我现在是老板 停止做我 我最喜欢的工作 做菜熬汤筒 坚持全都自己来 他永远正在出菜的第一线 做最后重要马关 靠得不止语言 还有热忱 食品大小的厨房 13个不同国籍 16个员工忙中有序 这就是法式料理名厨 荣获米其林三星殊荣的台湾人 江振臣 在新加坡的法式厨房 这个 这是那个 凤梨的麻酯 喜欢视觉 喜欢料理 把挫折当作挑战 用料理挑战视觉 让当时只有20岁的江振臣 决定放下台湾一切 到法国开启料理之路 20到25年 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早到晚都是工作 然后下了班之后 也是在想 也是工作 工作上是个狂热分子 江振臣每天16个小时 把自己关在餐厅中 看料理奔战 30岁以前江振臣还在法国 就已经获班亚洲十大最佳青年主厨 31岁时更被两路誉为是印度洋上最伟大的厨师 甚至获选全球最佳150位名厨 台湾人在世界另一头发光发热 台湾之光却没获得台湾青睐 江振臣说在旅居法国期间 前新加坡总理立光耀 就在2003年到2007年 自度邀他前进新加坡 做法式料理表演 真的开始思考说我想要回来 有一天起来你会发现说 OK 然后最近30岁了你要做什么 30岁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大的决定 新加坡懂得列财 瞄准国际定位 对食物不再只有海南鸡饭肉骨茶的国家 法式高档料理要在新加坡立足 这也让江振臣因缘际会 2008年最后选定落脚新加坡 新加坡的国际定位很清楚 你马上面对的是国际的市场 因为这个才是你的市场 所以等于说你一开门 要面对就是国际的客人 国际的标准 国际化的规格 就是因为在新加坡 餐厅面对国际客群 江振臣2010年 在新加坡开了自己的餐厅 江振臣也把餐厅国际化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餐厅 在新加坡有全世界各地的人 既以利益来到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原度重量来这边工作 我觉得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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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过去在法国 一个台湾人带过35位法式主厨 到新加坡带着自己餐厅的员工 对着每天餐厅摆设变动 都自己来 甚至江振臣喜欢与同事为乐 他大方展现自豪的员工餐厅 就在这 没看错大口试着热狗宝 和员工坐在台阶上 江振臣不把身份 头衔姿态摆高 反而常以指导 甚至朋友的方式 从旁协助 灵感往往也来自 最后一分钟 把自己逼到一个 很高的经济 对 这样很刺激不是吗 这位在台湾出身 长大的世间名厨 却在异象新国发光 就是因为新加坡比台湾 早一步用积极野心 把台湾人留住 那么正在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才 断层危机的台湾呢 拿出办法了吗